韩涛 原名韩景章 191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 年少时期痴迷京剧 并在当地成为小有名气的票友 16岁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 毕业后抗战爆发 韩涛回到家乡 参加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 期间出演了雷雨 赛上风云 民族万岁等几十部话剧 23岁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场 转年参演自己的首部电影赛上风云 1943年出演 扮演中国青年 1946年先后出演刘琼 轻易主演的《中一之家》 白杨、谢天主演的《盛成记》 电影《郎才女帽》 魏赫玲主演的《白山黑水血剑红》 扮演林冰 1948年 依次出演电影《鸡鸣早看天》 与关洪达合作出演何处不相逢 与高博合作电影《流浪文英》 1949年参演谢靖 和赵章联合指导的《望穿秋水》 饰演王柯 《新中国》成立后 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负责话剧的演出及指导工作 1954年分配至上海电影制片场 1955年出演《摧玲领衔》的宋锦诗 饰演清军将领 1956年参演赵丹 舒适领衔的李时珍 饰演包香身 1957年出演 盧玉指导的杨诚暗少 扮演陈医生 我求你管管他 别让他们再来往 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 我们都是平面人 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 参演魏贺林 孙道林主演的家 饰演高克明 爹 我看全家都到水阁里去躲躲吧 花园里面空旷 墙塌了不要紧 妈 参演孙道林主演的《不叶城》 扮演梁富泉 这几年你在外国 不明白我们这行的难处 时势不太平 世面不景气 日本沙场逼得凶 三年前 我逼得没有办法 向中国银行做了厂级押款 财产对折股价 背的还是一分一的利息 明明是个见人坑 可你就不能不往下飘 1958年出演毛雨指导的《游船火焰》 饰演刘彤 参演成英导演的《上海姑娘》 扮演局长 你可别这么看问题 我们专门去检查过了 你们是按照东北的经验 咱们这可不是东北 夏天的气温相当的高啊 1959年参演林阳指导的《向海洋》 饰演迪舰长 出演郑军力指导的涅儿 扮演歌舞班老板 出演谢天 于兰主演的林家铺子 扮演于会长 参演沈父指导的老兵新传 饰演赵宏 1960年参演乔明指导的《鸡刘》 1962年出演《鸡刘》 1963年参演《王丹凤》 冯哲主演的《桃花扇》 1964年参演《鸡刘》 1964年出演《魏贺林》 韩非主演的《雪碑》 饰演孙树长 参演谢方主演的舞台姐妹 扮演法官 在上映期间 韩涛还参与了《奇婚集》 《伊万雷蒂》等很多 意志片的配音工作 进入60年代中期 韩涛并没有那么幸运 受到了很多极其不公正的待遇 最终于1968年11月14日 实施 终年52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查看网期精彩内容